我們現在人在桃園的金國路這個全聯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現在人在桃園金國路的全聯 今天要來買什麼中原普渡的 或者是中秋節的東西嗎? 不是喔 是王老師帶我來這裡不知道幹嘛 這是有什麼好料的在這裡 要買烤肉的東西嗎? 這個 這是怎麼樣? 這說我們要去看這一棟 對,巴黎主義 造生會館喔 巴黎複義 這是林永發早期的作品 林永發你要介紹一下林永發是在做什麼的 中用的御用建築師 中用是什麼? 中越 御用建築師 御用建築師 所以它這個是什麼小中越的意思嗎? 也不是 當時的設計風格就是還滿有味道的 滿有味道 是說臭味嗎? 什麼味道 就是很有古典風格的感覺就對了 一看就覺得氣勢非凡 外表看起來就很高級 那我們可以直接進去看嗎? 對 好,走囉 出國在外,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大阪城旁邊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請嘗試這個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王老師溝通好了 沒問題 沒問題 可以進去看了 是不是? 我們剛剛在看 喔 你光看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巴黎凱旋門的設計 有沒有 我去過凱旋門喔 大概就是這樣 而且大小也差不多是這樣喔 站在凱旋門下面 看上去的感覺 真的是有巴黎的感覺 聽說以前他這個公社是委託一個會館來經營 現在聽說要換對不對? 要換對不對? 要換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去裡面看了 走走走 我進來了 這裡進到裡面 我是覺得像他這個設計有沒有 有很多這種石材的雕刻啊 然後有這種雕像啊 這個都不算什麼 你看嘛 那是什麼? 達文西密嘛 這個就是法國羅浮宮的一個標誌 因為我也去過法國羅浮宮 它確實上面就有一個這個 而且不是只有一個 它那個玻璃金字塔 它在那邊有好幾個 其中一個最大的 大概也是這麼大的 所以這是仿造法國羅浮宮 1比1的大小 凱旋門就算了 還有法國羅浮宮 然後這些標誌 這些雕像 然後整個設計的部分非常的歐化 欸王老師 每一個都有一個驚喜 這真的是羅浮宮 感覺好像來到 什麼什麼博物館啊 美術館那種感覺 等個梯廳也要讚嘆一下 梯廳出來王老師 好像回到自己家裡的庭院 梯廳出來他們每個人 家裡都有一個庭院這樣子 這裡面算約定專用 公設約定專用 所以你腳踏車啦 還有一些 比如說 高爾夫球具啊 或者一些比較用不到的東西 高爾夫球具可能比較貴 不會放這裡 但是比較用不到的東西 可以放在這邊不用帶進去 這等於也是算是前陽台進出 因為它這邊是開放式的空間 欸我覺得林永發很厲害 然後我們直接進來 欸你說這是什麼房型 這個是大三房 大三房 因為我進來以後 我以為這是什麼四房五房 那種豪宅的格局這麼大 那你說三房 那應該是蠻大間的三房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樣子 電池不用開了這麼多庚 現在沒有開燈喔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進來了以後 看到它有一個很大開闊的一個客廳 從這個角度看過來 這裡就是它的玄關 那目前他沒有住落城區 然後當年他這個房子也是做1.53的門 所以你可以進出大家具 可能當時在設定這個房子 本來就比較屬於高階一點 那林永發他幫中越做了很多房子 所以他會把中越的思維 一些元素把它設計到這個房子裡面 然後就玄關區看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客廳區 客廳區從這個地方 這一整塊都是客廳區 然後他電視背牆設計在這邊 所以沙發在這裡 沙發到電視 一二三四五六七 四米多 這個是放幾寸的電視 太大了吧 然後過來以後 其實他這裡到時候 如果你買這個房子 你這邊可以做一個 有點像是休閒的架高木地板 有點像和室 或者做個卧榻 你就可以坐在這邊看 欣賞窗外的景觀 下面就是剛剛那個全聯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在全聯的正對面 非常方便 你要買東西機能的非常好 然後看出去就是 藝文特區那邊那些豪宅高榮 那看過來往這邊看 那裡又設計了一整塊 有一點像是收納空間 或者是 算是展示櫃 你可以把它當成書房 這邊全部都放書 那因為他的 這個地方是動線的通過 所以你這邊沒辦法放書桌 或者是什麼 就是看你自己的規劃 不能放書桌 如果你到時候買這個房子 買進來了以後 這邊也可以做成整排的收納櫃 不要放書的話 做成收納櫃 因為它這個是手工木做的 所以 大概就是 當時可能屋主他有很多收藏吧 所以設計成這樣 那轉過來以後 它這邊 電視牆在這裡 這是應該是餐廳 但是它那個地方有一個加一房 這個是一房 就是三房 原本是一個房間 把它打成 開放式 所以它這等於是二加一房 就是做成開放式 所以它不是三房 它是二加一房 做成榻榻米合式的 它有架高 大概架高20公分左右 然後往這邊往上看 它做了一些櫃子 開放式的空間 但是榻榻米已經不能用了 那邊都已經爛掉了 可能有一段時間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就是餐廳 把這個關起來 餐廳的部分 它是一個方形的 再走到這邊 但是餐廳很可惜 那時候沒有做任何的餐邊櫃 這裡到時候可以做一個餐邊櫃 它天花板做的造型 圓弧的造型 這個不好做 這個當時木工來做 要做這樣子也要花很多心思 天花板做很多 但是它沒有做餐邊櫃 那以前可能系統櫃 沒有這麼流行 都是做木工的 所以木工應該很貴 所以它沒有做餐邊櫃 現在如果你來 如果是我 我這邊會做一個餐邊櫃 整排的上面可以做收納 跟下面做收納 然後中間一排可以放咖啡機 烤麵包機這些 然後這邊再做一排的四人餐桌 因為這二加一房 你不用做太大 四人或者是六人餐桌 大概到這裡 讓你的通道走到還有一個空間 但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當餐桌使用 然後轉過來 它做了一個開放式空間 這裡做了一個吧台 我是不知道這個 會不會當時很稀花 現在有一點後悔 這要幹嘛 坐在這邊喝咖啡 這個可以拆掉 甚至你把它做成一個 有點像吧台的 下面可以做收納之類的 背餐過來是可以 但是這個太小了 你背也背不了多少東西 所以我覺得可能可以拿掉 這有點脫褲子放屁的感覺 卡卡的 那它的餐廚房的部分 大概三房的廚房 再大一點點 這邊放冰箱 然後這邊 它有多一條 它有做一些層架 我覺得這個就還不錯 就是你可以當背餐台 也可以當置物 整排可以當收置物空間 只是說你這樣瓶瓶罐罐 如果放在這邊 會不會有一點點比較雜亂 所以就是 有些人不喜歡在廚房放層架的 原因是這樣 但是背餐台還不錯 就是菜啊什麼先放這邊 然後拿這邊料理 最後再端出去 這樣一整一條龍 這我比較少見耶 有人這樣做嗎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這個水一開就有 就代表說他可能 這個房子還有人在進出 然後這樣子 這個空間還OK 但是廚具可以換掉 換一組新的 後陽台也沒有很大 但是差不多三房現在 以現在來講是差不多啦 但是如果這房子已經一二十年了 可能這樣子還算是有一點偏小 但是如果二加一房來看 現在是還OK的 那你說這個是二加一房 所以還有兩間房間 還有一個衛浴 客位的部分還沒看 我們來看一下客位 他這個全部是木工做的 叮一個這個門 他是做 全部是total的 三建築 然後有乾絲分離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可能當時建商配 就是配的比較好的吧 應該是吧 那感覺是飯店在用了 然後還有兩間房間 就是這間跟這間 主臥室跟次臥 我們來看一下次臥 這可能是小朋友的房間 美國隊長有沒有看到 來這樣子 房間也不是說特別大 但是就是很方正 那你的櫃子可能現在來看 這個櫃子 有一點就是 顏色比較老舊 所以這個應該是可以換掉 現在換系統櫃都很方便 而且你顏色可以自己選擇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床可以怎麼擺 這個如果擺橫的 沒辦法 這個不夠寬 擺下去可能這邊 就沒辦法走路了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 或者是只放床墊 到時候再看 然後看出去就是 因為它樓層夠高 然後下面那些滑下 才大概七層樓吧 所以它出去的洞具也還OK 看出去那邊就一文特區有沒有 那個荔津花園廣場 圓住型那個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往主臥室那邊去 最後一間主臥室在這裡 主臥室進來 這間怎麼感覺重新坐過 這門是新的耶 主臥室就大了 他的主臥室 他應該把錢全部花在主臥室 你光看這個 這個是圓弧的 我現在可能拍不出來 但是它是圓弧的 這樣子 這個有釘一個圓弧形的 這進來有一個轉折 就是不讓你直接看到 房子本身房間本身 所以應該當時有一些重新規劃 還是重新設計吧 然後進來就先看到廁所 他廁所也非常明亮 而且對外窗 三建組有做乾濕分離 那乾濕分離是做廁寵的 是用這種拉的 這是可能比較古早味 現在新的可能可以 因為這間廁所夠大 所以你可以到時候找那個裝修公司 來幫你做一個乾濕分離 然後對外窗呢 它又是無限洞去對外窗 所以感覺就非常舒服 然後這個洞去非常的遠 看出去非常的遠 所以 可能 不拉窗簾也沒人看得到 這樣子 好,那轉過來就是它的主臥 主臥就比較大間了 這一間就蠻不錯的 然後採光也很好 這樣子 這個都有做一些 可是這都沒辦法用 都全部要敲掉 看出去就是非常的遼闊 非常開闊 通透性很好 然後它裡面有個更衣室 你們看它這個更衣室 更衣室也蠻大間耶 它把空間全部留在儲貨室 還有一個後陽台 它除了幾 除了 它這個後陽台是冷氣的主機房 冷氣主機房 然後更衣室還蠻大間的 這個好像就是錢幾乎都花在主臥室 好,那我們好好分享一下 這地方是在藝文特區靠近金國路這裡 算是兩個商圈的中間 那金國路其實那邊的街闊也算是比較新的 重化過後的感覺 新大樓比較多 然後路又很大 直接往北就到高速公路 所以交通也不錯 然後你藝文特區其實走路過去 可能幾分鐘也就到了 所以也不遠 所以我如果說你在這邊就不會像藝文特區那邊 商業氣息這麼濃厚 但是這邊又有住宅區的感覺 如果朋友來呢 房間不夠 對面又有汽車旅館 那間輕時尚 輕時尚 好像裡面的設施給的還不錯 就是這個地方是屬於住宅區 所以會比較單純 對面有全聯 機能又OK 然後好像對面有金國國中附近 金國國中也在這附近 所以整個機能也好地理位置 我覺得也相當不錯 只是說這些裝潢比較老舊一點 到時候進來可能要全部敲掉重新做 可能在配置上面 可以再做重新的規劃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個房子本身 坪數是多少 含一個車位56.6 56.6 然後扣掉車位 車位11坪扣掉的話45.5坪 45坪的建坪做2加1坪 難怪它主臥室可以這麼大 45坪現在都已經做到4坪去了 對 這車具有個優勢 它真的是超低公司 17% 17% 對 它的室內面就37.7 這個有37坪 對 就是主家庫 主家庫 我們用到的預言機 37.7 還是連外面那個空地也算 算進去 應該是沒有 那個應該是梯廳 不知道 不知道 好沒關係 這個就是權狀上面是寫的 你買的也是 也是你的 我沒辦法把你拿走 就上面就是這樣寫 37坪 室內空間就37坪 那你說建坪是45坪 再加一個車位 對 屋主開價多少錢 1650 1650 這個如果三房現在1650好像是蠻正常 但是因為它坪數又夠大 那這個社區又弄了這麼多富力堂皇的一個裝置 那如果說你喜歡這種古典風格 八落測試風格 然後又有這種輕豪宅的輕奢風格 都會輕奢 可以來看一下 地理位置還不錯 然後整個房子的格局 可能格局的部分你可以再根據你自己需求去跟設計師討論 然後再做修改 我是覺得那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的室內空間這麼大 我還蠻意外 37坪 這個可以做到四房了吧 OK 那我們今天感謝王老師 其實這房子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它前面一個小院子 對 那個是每一個人家裡前面 我覺得現在人喜歡戶外活動的人都會很想要這個地方 但是現在房子好像比較不會去做這個 都坐後陽台 所以你還是得搬進來 如果是腳踏車上面有泥巴 你是不是又弄髒自己的家裡了 所以先感謝王老師 帶我們來看這個房子 如果你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歡迎跟王老師聯絡 右下方有他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說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也要分享買房新的 或者裝潢新的 歡迎各位留言 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售 也歡迎找王老師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吃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拜拜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浴室真的是很麻煩 因為你會放毛巾了 洗完澡以後地板它是潮濕的 即便有對外窗 你還是長年關閉 智能除濕機 功率只有65瓦 它的相對濕度在50以下 它會自動關節省電 然後這個水你看已經這麼高 密閉空間它會產生濕氣 這種大衣啊外套就會發霉 像現在它相對濕度已經低於50% 所以它會停止運作 不會一直在耗電 那一般廚師機都比較大 放很大台的在衣櫥裡面 很奇怪放不下 放在廁所裡面也非常適中剛好 然後又美觀 又有夜燈的功能 那如果有需要的人 點擊連結有優惠喔